你注射了filler在脸部,你是否应该摸到那个filler? 大家好,这里我要跟大家讨论一点点关系一个最近我会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我一些病人和客户身上,就是打filler出来,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觉得到filler? 怎么说呢?就是说,你注射了filler在脸部,你是否应该摸到那个filler? 所以其实答案是,是和不是,怎么说呢? 比如说我们注射了filler,filler在我们的脸部里面,在头两个星期,你可以感觉得到它在里面的 但是,正常的状态就是说,如果我们选择对了filler,再加上正确的打法 它的filler的原料,尤其是应用玻尿酸,chaluron acid的成分的话 它应该在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,慢慢跟我们皮肤组织结合一体 过后,你就不应该会再摸到的 这个才是最正确的filler的发挥的一个方法和功能 所以如果你们注射了filler,过后再多过两个星期,三个星期以上 还是感觉到一块的 或者是,如果你们去打filler,就是说要摸到那一块才算是有打的话 这样可能你们面对的filler做法,或者是显得就是有不正确的 好不好,所以这边给大家了解就是这一点